ynchron八 這節課是由我們徐歌玲徐老師所帶來的演講 麻煩大家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他 來掌握我臺灣速解買聲點 好 請放下 沒有上過我的課請舉手 哇 這麼多 好 我跟你講齁 回去要補那個台灣使節嘛 因為我不會重複講 因為這是高級班 高級班最後就是不去 那邊上課 你們倒過來齁 那個有小朋友的話 小朋友盡量往後帶好嗎 不要影響到旁邊同學上課 那小朋友的話盡量維持他 我上課最怕打擾齁 上課不要交談 你要交談可以出去外面交談 在我課堂上不要交談 一交談就請你出去 既然要當民政府的 以後要當官員 從一般的上課守則 先守規矩開始 不能遵守我請你出去 我們是serious business 這是很嚴肅的在面對這件事情 並沒有輕鬆 然後我們來這邊的每個同心大家都自願 來這邊 為了台灣的前途做機會來打拚 Don't take it lightly 不要看清這件事情 好 好 在今天下午下雨 大家比較涼快 紓解一下 燙 燙熱 小朋友的話盡量把他帶走 不要影響上課 好 我們第一章 之前我要先唸一下 我待會所有用的圖都是網路上公開的圖片 我只做教學用 不是外傳 好 開始第一章 這也沒有人要call 這也沒什麼好外傳 這想 奇怪 再問一次這是什麼 海邊 海邊 對啊 誰講的 比較有sense 然後這是什麼 這是天空啊 這是雲啊 怎麼跟人家說往來 奇怪喔 看到很多東西 你跟人家說往來 這就有點怪怪的 它裡面有沙灘 有海 而且面積來講 海比較大 還有天空 往來算是第三、第四個 大的 比大的 但是那些人很容易被這種東西抓去了 對吧 上過台灣時節 就是人家叫你看什麼 你會去做一特別 叫你看什麼 他變主角了 村子變配角 你們有沒有那個 結婚典禮的時候 新娘子請的那個伴娘太漂亮 伴娘變主角 新娘就靠邊站 人家攝影師來 來來來來 伴娘照一張 新娘子起到要死 就這樣啊 搶了主角的位置 這翁來沒有錯啦 我是要講翁來 我是畫畫老師 我有一堂課 我講的都是創意性思考 所以我就叫小朋友畫 鳳梨 可是我畫不是那麼簡單 我說頭一張畫很像翁來 第二張開始 你就要做變化 第三張 第三張 第二張 你再做變化 就把它變下去 變幾個算幾個 下一張 這是學齡前兒童 畫的 畫得真好 但是 大部分都看不到 請問你 在座各位 裡面有幾個鳳梨 學齡前的喔 還沒有上一年級喔 裡面有幾 幾顆鳳梨 我現在給你們五秒鐘 開始要問 舉手喔 認為這裡面有一個鳳梨 請拿手 好 有很不少 來 問有兩顆的 兩顆的 好 很好 認為有三顆鳳梨的請舉手 我來做統計 我才知道大家對這個認知到 好 請放下 四顆 有沒有看到五顆 跟五顆以上有沒有 請舉手 比較多耶 奇怪 好 請放下 好 那對於所有認為只有一顆的 請問是不是這一顆 有沒有不同意的 都同意嘛對不對 就是這一顆嘛 沒錯啦 我沒有看到 舉其他手的 這個是大家都會認識的 接下去鳳梨怎麼看 我跟你講這雪靈圈 第一個 它化成什麼 我跟你講 鳳梨 它第二顆鳳梨多幾顆 有厲害嗎 這邊看 這個鳳梨怎麼跳成這個鳳梨 很好 有人講 從上面往下看 但鳳梨裡面 上面看 有長長的鳳梨 對不對 等於長長長大 還是小 決定這個 在外面裡面 這是鳳梨 沒有錯 從太陽跳成鳳梨 再來 它根據鳳梨在跳成什麼 不切齁 這鳳梨整顆 好好 看你怎麼看 但是不想把它切 如果要倒到嘴裡都會有 還是怎麼有 對吧 還是整顆鳳梨 看你怎麼看 來 這是第三顆鳳梨 要怎麼看 鳳梨比較小 走到中間 集中在中間 對吧 但是他這樣圍一圈 他把它想成另外一個東西 第一個把它想成什麼 太陽 對嗎 第三個想成什麼 你如果知道是時間 什麼 什麼 數字 所以他數字就是時間 請問上面 整個數字到哪裡 那有三十七 那有三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嘛 對嗎 二十七 是不是 這樣讓你知道是時間嗎 你會拎到時間 二十七個小時 他的想像 他的想像 我說學零錢 一天幾點 沒人知道 但是誰說 一天一定要二十四個小時 三十個小時可以嗎 為什麼不能一百個小時一天 漂亮的人 怎麼漂亮的人 你用你家的時間 去擔飛車怎麼擔有 對擔沒有 不是漂亮的人 大家有講一個共通的原則 一個小時六十分鐘 一分鐘六十 不要接嗎 一分鐘六十 秒 一天二十四小時 六十分鐘 六十秒 是誰頂的 為什麼是這二十四 為什麼不三十 整數比較好算 或者十也比較好算 為什麼二十四 還全世界都一樣 還要記 怎麼會這樣 你有沒有想過 時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有宇宙來就有開始嗎 沒人哪有需要時間 那不是 時間有時候開始 時間是什麼 那是 那是 3D空間 時間不在這裡面 我請問你 前一秒鐘跟後一秒鐘 是不是同一個東西 你前一秒鐘的你 跟後一秒鐘的你 是不是同一個人 看你怎麼看 對不對 你前一秒鐘細胞死掉 你還是你嗎 對不對 你過了一年以後 你身上細胞 大部分都太換掉 你還是你嗎 那不一定 就看你怎麼看 是不是 這個時間是很神秘的東西 神秘時間只能往前走 不能往後走 對不對 時間還不能跳著走 對不對 對 要不然你音樂怎麼聽 音樂一下快一下慢 你沒辦法就聽了 也不能倒過來play 時間很玄喔 這你們要想 我今天不是要講那個 OK 除了時鐘以後看了什麼 這這這這 沒有啦 這指針嘛 剛才既然是時針 就不會走效果出來 這就是指針 我們思考都是很邏輯 這個這個 我們想到做邏輯訓練 就在這裡 OK 那時針哪有那麼多記 時針分針秒針 秒針頂多三隻嘛 那這幾句 幾個字對不對 但是你也知道這是時鐘 這個好像在動一樣 有深有淺 對不對 好啦 畫完這裡他下一個畫什麼 欸 他畫下一個是什麼 有人可以指出來嗎 沒有 他加了一個掌碼就出來了 他說這個看起來很像Pizza 所以我就放了一個叉子 他就變Pizza 對不對 像不像Pizza 給他這樣一畫還蠻像Pizza的 好 再畫完Pizza以後 這已經畫第幾個 一二三四 第五個的時候 他跟我要了一張 一把尺 笑啦 要扭的笑 說老師我就要一支笑 我說 欸正常人 我問你畫鳳梨的時候 鳳梨裡面有一條線 需要用尺來畫嗎 沒有嘛 沒有嘛 你會往來給我拿笑 但是我是一種 創意型的老師 說你要要笑 我給你笑 我就給他一把長尺 學齡前喔 大班喔 從頭到尾只畫二十分鐘喔 他後來是 我告訴你 待會兒再說 他就拿尺去畫 就畫了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 沒有啦 這鳳梨是怎麼跳到邊笑去 這不是在尾笑 他還在畫鳳梨嘛 他只是跳躍性思考嘛 根據這個 跳到這個 怎麼看 你是不是 你有背嗎 這都沒有 我告訴你 如果是這個 鳳梨啦 幾顆要哪 他這種滾的 會不會 會不會看 這顆 如果滾動的話 那外面 1 2 3 0 1 2 3 在那邊走 一邊一邊的畫就走出來 對不對 你不厲害 厲害 有的老師說 許老師你想太多了 你把大人的思想套在他身上 不怪他變天才 我說沒有喔 你看 他除了他這個上面畫什麼 蛤 車子嘛 對不對 車架是誰 輪子在車上面 我說車架不是輪子 那是夾在車上面叫輪子 你們很好玩耶 你們 車架是什麼 輪子 當然輪子 那是車的一部分 我說車架會輪子 車子包括輪子嘛 你不能說車子的下面是輪子 那也不是輪子 那也不是輪子 一夾在他身上 說你的鞋子是什麼 鞋子 我鞋子是鞋子 車的鞋子是陸地 他畫一條是什麼 他畫一個什麼 軌跡 軌跡 車常有一個track 有一個軌跡 對不對 因為這樣他先畫再畫這個 是不是就解釋清楚他為什麼畫這個 如果這個是輪胎的話 這就變合理了 是不是 所以從三度空間的鳳梨 加上時間變適度再拉回一度 這個小孩子是天才 他在不同的項度裡面 悠悠自在招來招去 天才 真的天才 歐萊爾也證實他是天才 他現在已經十幾年前的事情 現在是出國讀一個博士後研究 數學博士 讀四大數學技 想說四大數學技不是台大數學技 其他科都不好啊 數學好啊 這種人在台灣不能上台大 但是他是數學天才 這種學生的作品拿去小學病 什麼 老師要怎樣 叫他去發車啦 那不是 老師叫你畫鳳梨 你叫我畫什麼 阿讚 對不對 不然給你六十分 現在不敢給你懲罰 但是叫你去發車 你在跟老師鬧喔 欸 天才到我們的學校老師裡面變成這樣 叫他走下去 對不對 變白癡了 我們的天才在老師眼中變白癡了 他一個框架 你套不進去你就是白癡啊 你就是功課不好 你就去旁邊站 我們這整台人都受到這種教育 罐頭師教育啊 你不是在我罐頭裡面 你都奧子 只有10%的人考上大學 每個村的都這樣 磅子吃醋 隨著你去 不可以一起走 什麼叫可以一起走 可以一起背 可以很快把你背進去 不怕 拿出來 那叫做考試 沒有在教你思考 他沒有教你解決問題的方法 沒有教你邏輯思考 沒有教你去挑戰 說你這樣子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教育 他是對奴隸的教育啊 他要訓練一批會聽話的人 對不對 所以這種人家要讓他祝福 他去找他 你又每天送小孩子去受這種教育 糟蹋還不夠 還送到補習班 再給他糟蹋 再給他糟蹋 這台灣的教育啊 你們父母親 花了錢請老師 老師給他打 他還說謝謝老師 這這樣對嗎 齁 我們三代被這樣靈敵到現在 你們算是少數可以來這邊上課 頭腦清楚的 我現在講你們就知道 我講得對還錯 我告訴你 你會學不會講 沒有亂講啊 沒有亂講啊 因為我們那種有創意的小孩子 他到他手中就變成沒有創意了 所以在這個系統裡面 唸台大師 大師不是一流的人 不是啊 是畫那扣的那背啊 背什麼 背你中華民國編出來的歷史啊 下一個 下一個 我現在想一件事 我說 如果學校老師這樣 控制學生的思想 這老師是出了什麼問題 我很想知道這件事情 大家沒有看過這個 沒看過這個 有沒有人有任何概念他在做什麼 沒人看過 你看他們說抓錯重點 沒有啦 這是逸評啦 我以前在美國特色 我在美國唸書 我在美國唸書的時候 我唸研究所 我是唸醫術研究所 建築系裡面的醫術研究所 我們一定 學期結束的時候 有一個問題 叫做 Defense Your Work 就是 怎麼說 Defense 辯護 你的作品 你把作品就 擺在頭上 下一個都是 藝平家 從全世界來有名的藝平家 坐藝平家 就批評指教 我那時候 期末就拿出來 作品拿出來之後 我就開始說了 說到一半 一個日本教授 中理期 我到現在還要感謝他 雖然他已經過世了 那是幾十年以前的事 幾十年 真的 我沒騙你 十幾年 不然 超過二十年 超過三十年 以前的事 沒騙你 我真的是有那個年紀了 看起來 裡面的經歷都黑了 不講這個 個人事情不講 我們來講這個 他站起來說 你沒有去過歐洲 那我那時候講了 他說 對啊 我沒有去過歐洲 可是跟我的作品 什麼關係 我那時候 震驚掉 為什麼 因為那幾班 都是他們 那是比較好的學校 長春藤的學校的學生 大家都去過歐洲 都名校來的 聽說有人 這樣變成競爭 你沒有去過歐洲 我就真的沒有 是我沒有去過 回去小媽媽 經常說 今天有一個日本人 教授跟我說 你不要去過歐洲 我說是 這個暑假你給我 我來送去歐洲 好 那個暑假我就去找了一個團 我想說 問題 你等一下給我問 那個教授怎樣到礦外 都知道嗎 沒有去過歐洲 留著 待會兒解決這個問題 我就 好啊 我就那個暑假 我說 那時候採購團很多 我對採購團沒有興趣 採購團就是在那裡 那時候就去買東西 沒買興趣 那歐洲是那種藝術的 很多地方 我如果去購物就沒有藝術 所以我就找一個 剛好有一團 台南的退休 國小退休老師 參加哪個團 我說 哎 加入這個考慮不錯 因為那裡面 鼻子的老師都不是 師專的是大鼻子的 對不對 又教了那麼多年 應該就 就有那個社會地位 還有經驗的人 跟他們做一個去 企圖應該不錯 所以我就跟他們做一個去 來 下一張 第一張問到這裡 這裡哪裡 有人去買嗎 欸 你們都沒有去過歐洲 哪裡啊 我們前幾屆還有啊 這哪裡 有人講啊 剛才有人講 羅馬是一個city 這是它一個具體的地方 什麼地方 誰講的 梵蒂岡 還更具體 除了梵蒂岡裡面的什麼 這不是 這叫什麼 聖彼得大教堂 Saint Peter's Saint Peter's大教堂 這是 16到17世紀 蓋了120年 蓋好的大教堂 這裡面都是酒頭 那裡沒有木頭 也沒有鋼筋水泥 沒有鋼骨結構 酒頭去貼出的建築物 你看多大 這裡人 那麼多 對不對 因為他在這裡 人比一隻 一隻小孩 你看他的雕塑 三層老館 OK 上面這樣 剩下一個 都三層老館 他的門是五層老館 三、四、五 120年蓋好的教堂 下一張 這更近 你看更清楚 你看 那雕塑有多塊 你看 對吧 這人這樣一、二、三 還不是三層老 對吧 不得了 那教堂拿出來 拿出來 拿出來都把你 還雕在上面 十二個門徒 耶穌十二個門徒 有個雕像在上面 下一張 這有上面看下去 很漂亮 來 下一張 這內裝 全部代理酒 義大利的大理石 大家都知道很出名 義大利的大理石 又漂亮 你看他的地板多平 來 下一張 往上看 是這樣 有漂亮嗎 喔 金碧 輝黃 顏色 光線 旁邊都是雕塑 看到這個 你的感覺是什麼 嘆為觀止 驚嘆 對嗎 啟什麼 敬畏之星 教堂 蓋就是要讓你敬畏神 對不對 聖地創造宇宙萬物主宰 要叫你去敬拜神 所以教堂都蓋得很高 你就往上看 仰望嘛 天空嘛 窮艙嘛 看到招募者的偉大嘛 就是這樣啊 這個目的啊 宗教的目的是這個嘛 給你看到嘛 那時候看到 我們大家都應該是這樣 哇 你知道 我的背後突然出了一個聲音 那頂老師 記中節說什麼 這也不像 跟台灣廟一樣 比較大聲而已 喔 我聽這句話 我過人兇氣 我傻眼 那些漂亮的東西 你把我弄這句話 你講得出來 蛤 啊 你看國小老師呢 那句話叫什麼 對我來說 那句話叫做人家招攤 對吧 跟招攤 招攤是什麼意思 本來在那裡 很高的 跟牛很低 啊 這沒什麼 這沒什麼東西 啊 這也不漂亮 這不得錢 拉下來嘛 台灣人最厲害的這種 跟招攤 不是 不光是眼光的問題喔 他高高在位 把他放到很低 跟招攤 當然最厲害啊 所以這種 如果是你的老師 你要怎麼樣 如果是你的老師 你孩子 如果是一個精品 還是 還不 拙誉還不去摸出來 那不就叫招攤去 你有創意 就到旁邊去站啊 沒有創意 會所規矩的 會聽話的 就放來 就第一名啊 被模範生啊 叫人家賀那種狂的 不是 跟你們孩子招攤了 跟你們女孩子招攤了 你又送去給他教育 還跟他謝謝 這就是我們的教育啊 下一張 Trivialize 就是這個字啊 把事情微不足道化 你們慢慢就學著 多一點語言 Meg something seems less important is significant or complex than it really is 就是 despise 或是 downplay的意思 把你放得很激 把你微不足道化 Trivialize 好 下一個 本來 因為你們沒有上過台灣史的 我就不可以說 我只能簡單的講 一大堆人不會 但是我不能因為沒有上台灣史的人 就剝奪了上過台灣史的人的權利 對不對 你們就要有這個觀念 邏輯 對不對 我跟你講 之前你們上過的人都知道 這是一個系統 中國 支那難民把你改的教育系統 把你限制住了 所以他看不到這個大的系統 一個漂亮的系統你看不到 所以他看到他的時候 把他塞到這個裡面來看 要不然從這個眼光去看他 我就看那時候 把你握在這裡 所以說這個沒有什麼 跟台灣這個廟差不多的意思就是 把他的那個東西抓到我的 Comfort Zone 我覺得舒服簡單的環境裡面 給他一個定位 對不對 早上就是這個意思 本來在那製的位置 我給那製的 那你呢 他的教育系統 如果本身有問題的 是比較低劣的 或者落後的 那你就是被他 把他打到變落後去 照現在的台灣人 我們上過台灣史的人 我們都看著以前的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 我們是多高雄 帝國的成民 教育 穿著 都市計畫 國家 國土規劃 有品味的建築 不會現在在都市是亂蓋的 想到去到去到去 暫時不講太多 小朋友可能要送到後面去 不要打擾我上課 那小朋友是天真的 大人要幫助他 請他到後面做 來 這叫paradigm shift 他在形式上做一個轉移 你們要有心理準備 好不好 來下一張 後面如果有班長或什麼可以幫忙一下 OK 現在這頂老師如果是限制我們的人怎麼辦 這頂老師 讓他到後面去玩 小孩子也可憐 坐在這邊陪我們也是很辛苦 拿一個玩的給他 我跟你講 這群老師看不到這件事 我後來我也去想 老師是什麼 這老師出了什麼問題 想出來會這樣來處理事情 所以後來我們就發覺 他沒有這個capacity 能耐 OK 什麼叫capacity 能耐是什麼 在電學裡面叫做電容 但是我講得簡單 一桌的菜很好吃 很清潔 差不多二三十道菜 但是你吃不下去 為什麼 你胃就這麼大而已 沒材料吃 沒材料吃 吃不下去 你的肚子就這麼大 那要怎麼辦 可以全部吃下去 增加你的肚量 我們不是用人來比 但是capacity你要增加的時候 這些都可以吃得下來 沒錯吧 這群老師如果有這個能耐的話 他就可以看得懂 capacity表示什麼 我舉個例子 capacity最重要讓能耐變大 就是其中有語言 如果這群老師有 觀賞藝術的語彙的時候 他就看得懂 我隨便講 我懂的日文 英文 中文 法語 台語 台語 北京的 我的世界 是不是一定比你 只懂一種語言的人大 一定是嘛 我看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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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美國都看得懂 因為語言的關係 我需要的資訊就是比你多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要 你怎麼 我跟你講 那一群的老師 那時候到歐洲去玩 對 還miss掉一個故事 那時候老師 後來我們還去奧塞美術館 奧塞美術館 我就進了美術館 大家去欣賞藝術 對吧 欸 才進去沒多久 這群老師不見了 我說欸 老師跑哪去了 我就不管他 我就去看 看了兩三個小時 最後到 這個 哪裡 咖啡賓 禮品部 就看到一群老師坐的 我說 尚老師喔 你也穿那麼久 我說怎麼穿那麼久 我看得懂啊 那工夫要做什麼 坐這裡喝咖啡 槌乾淨不太好 我說 那畫不用看嗎 簡單啊 那切點就要買啊 你買來 另外還要解釋 你有沒有發覺出了問題 這群老師不能欣賞真品 只能看書上的資料 我們一代的人都是這樣 去給嫁不怕騙得那麼大 看就真的 勇氣了 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就像我們網路上的宅男 每天看網路美女拍照片 對不對 看到真實的女生 會流鼻水的啊 上廁所會湊啊 早上要刷牙啊 這種女生的美你看不到嗎 你懂我意思嗎 你已經習慣在那種假的 虛擬世界的東西 等你噴到真的人 而且這女的會陪你一起長大 變老一起 便手之徒 共度人生 這樣的美你看不到嗎 你就不能結婚了 這場宅男就變成這樣 因為她是被那個養大 被網路養大的 她沒有接受這種東西的語彙 她沒有這個能耐來欣賞人 Human being 她沒有辦法能耐去欣賞 了解嗎 就一樣嘛 這群老師一樣 她沒有這個能耐 不然就欣賞這個問題 我都在 你慢慢想 所以怎麼樣想辦法增加你的語彙 可是語彙不是只有講的語彙 你要有什麼 聽覺的語彙 你要聽各種不同音樂 Rock and Roll Heavy Metal Country Music 印度的音樂 各種國家音樂都要會聽 不能只聽一種 各種都聽 對不對 音樂還可以聽抽象的音樂 古典就是只有音沒有字的 對不對 聲音也能聽 又欣賞聲音 除了音樂還有顏色 你有沒有顏色的語彙呢 我這樣看去 已經比以前好 以前台灣人穿的三個顏色是 紅、配、綠、狗、粗、鼻、黑白、刀的 我告訴你 那團裡面 其他老師這樣 但是其中有一個老師也不錯 還有一個女老師蠻年輕的 她到法國 一到法國她就說 欸 我穿台灣帶來的衣服 跟這邊的環境不適合 她就馬上走去店裡 把衣服都換掉 然後踹 她覺得比較舒服 為什麼 因為她感受她 四周圍的顏色 跟她身上不搭 她有顏色的語彙 她很敏感 她做了修正 等到回到桃園機場 說不對 法國的衣服不能在台灣穿 因為環境太壞 太雜了 法國那種品味的衣服 看在這裡怪怪 你只能在派對的時候 偶爾穿出來 那就是這樣 她就是對色彩有敏感度的老師 她有這種語彙 語彙很多 還有吃的語彙 你怎麼吃 三千塊錢的熟成牛肉 你會吃嗎 一瓶一萬塊錢的紅捲 你會喝嗎 以前台灣人說很好吃 三千有什麼了不起 吃下去 結束 外公你糟蹋了三千塊 你也糟蹋了一萬塊錢的紅酒 因為你不會喝 你整個都會用管 你不知道在什麼環境 什麼狀況之下 欣賞享受這個東西 美食 你沒有吃的語彙 語彙很多 小朋友也有語彙 他有肢體語言 但是我們這老師把他限制 坐好不可以當 怎樣怎樣的 可是這小孩子透過肢體語言 我們每個人 不是每個人都是靠聽的 有的人是靠看 看文字 有的人是數字人 靠掃集在認識世界的 有的人是靠觸碰 觸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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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認識這個世界 不一樣 那我們的教育要符合每個人 不同的需要給他教育 他才能才會發揮出來 那不是說自私化 只有一頭給你灌下去 那如果沒有 欸 猩猩大象 鱷魚都一起來比跳高嗎 一起比跳遠 那對 你們聽不懂這個笑話 不同的動物 你都不一樣的東西 你可以說 欸 10秒鐘給我跑多快 那鱷魚就倒楣了 對吧 但是鱷魚在咬上面很厲害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有很多款 你不能用一頭下去 那下去的時候 你們都在你的規範之外 都是 雍才 天才都是在他規範裡面 只有一種才 就微微弱弱的奴才 願意接受這個 教育系統裡面去 規範裡面去的 就是這種 再來 這些老師除了capacity要增加以外 台灣人不是很好玩的 我告訴你 投資報酬率來講 他們去喝下午茶 喝了一個最貴的下午茶 十幾萬的團費 跑到後天去喝下午茶 去吃那個 坐車 這樣就回來 你的藝術品都沒興趣 但是你如果有 藝術的與會的時候 那時候去的時候 一直欣賞 一直吸收 對吧 人生才幾年而已 幾十年而已 對不對 你怎麼賺回你的人生 不是每天去運動 那個多幾分鐘 可是你運動時間 就超過你的多活的時間 對不對 你每天一個小時去運動 幹嘛 還不如增加你的能耐 在單位時間 你把它吸收到最好 不是 你花了之前那一團的人 就是花了錢 花了時間 得不到他要的 得到一點點 你要賺回來 你就增加你的能耐 讓這段時間 充分的享受利用 這也是把人生賺回來的方法 你看 好啦 第二個叫解碼器 Decode 另外問題就是 這些老師看這個 算亂碼 就好像你的DVD 從日本買回來 放在台灣 不一樣磁區 沒辦法看 你要解碼器 一解了就看清楚 沒有解的時候 揮揮它 對不對 有啥啥啥 看到沒有 就是解碼器 看到這些藝術品 你也要解碼器 所以接下來我告訴你 我們現在看所有東西都是解碼器 你沒有解碼器 就是說 你們來最近拿到一個最大的解碼器 法理的解碼器 台灣的歷史透過這個法理 一下子都看得清清楚楚 歷史看得清清楚楚 對不對 沒錯 過去看 沒有解碼器 沒什麼叫我們騙到 黑白種 現在解碼器吸出來 沒有 怎麼那麼清楚 為什麼國務院會搞這些東西 為什麼這種宣傳 電視為什麼媒體 都在那邊套好招 原來是這樣子 是要給你吃起來 要大人做一個騙 整個冬天拿走 解碼器 我要給你不同的解碼器 那日本教授怎麼知道我 沒有去過歐洲 很簡單嘛 他有解碼器 他有色彩的解碼器 他看我用色的方法 你也知道你沒有去過歐洲 你在這個視覺的語彙裡面 還屬於剛起步的階段 大人最怕顏色 我們不敢處理顏色的事情 Color 看到Color 這怎麼辦 這個要配什麼 沒有人幫你擀 可是你到日本一看 他的都市景觀一看 顏色好漂亮 好順 就是這樣 他知道配合大自然 怎麼蓋濃色 不然這樣來創一塊 那邊創一塊 你看西班邊的 亂七八糟的濃色 宜蘭還勉強好一點 但是差一分又差一分 一大截 色彩啦 顏色也是我們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 下一個 我實在不知道有多少時間可以跟你們講 要回到商語 我再跟你們講 這個是要普遍學習 你盡量去學習 專業學習就是針對普通的項目 專業學習才有解碼器 再來就是Total 台灣人 capacity有兩種 有正面有負面 對負面的capacity很大 要跟媽媽招搭 說褲子都很厲害 為什麼 因為你每天看媒體 媒體就給你這個 你吃長大就吃這種 不怕大 所以你就不怪是這種人 對吧 包括做自助餐 電視都在那 24小時的新聞在那裡 這方面你很行 可是對好的美的事情 我們沒有能耐 沒有這種語彙 你吃不下來 所以就這樣 每況愈下 你對好的東西沒有能耐 對壞的東西有能耐 每天繼續養這些壞的東西 你的能耐就越往下走 越來越大 所以要調整 馬上就要換 從立定志向 從現在開始選擇好的東西增加 你對好的東西的能耐 壞的東西減少 不用再看 明明知道它是垃圾 不需要 媒體就希望你越往下走越好 這樣比較好管理 下一個 再下一個 我現在速度加快 講到 我說語彙 比如說我會用一支 我會用英文 但是我問你 你會幾個單字 語言下面還有 vocabulary 你如果沒有超過 五千個一萬個單字 你告訴我你會用英文 這是書 就要英文 你好 這就會英文 這就會英文 就會發語 你好 這就會日文 是這樣 不是 你至少要 能夠看書 各種語彙 有深度 比如說我也要聽古典音樂 你聽過哪些古典作曲家的音樂 哪個時期的 你聽過多少首 Buck的你聽過多少首 這就是 你還要 除了那個底下的那些東西 都要補上去 從現在開始 把你的生命賺回來 過去都被人家糟糕浪費掉了 現在被人家糟糕都回來了 民政府這給你一個很好的架構 給你搞清楚 你是大日本帝國的成民 我們有位階的 被人家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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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難民還是 中國不要的系統 跑來台灣 糟糕你 沒有上過我課的 都聽不懂 回去補 來下一個 好 再下一個 好啦 我舉個例子 我今天要給你一個 藝術解碼器 然後這在聖比德大腳踏 裡面有一個PITAS 這個雕塑 他是米開朗基羅做的 請問你來到這個雕塑面前 你怎麼欣賞 我給你看到了 照片 你怎麼欣賞 你告訴我 在座各位會欣賞的 請告訴我怎麼欣賞 看這什麼東西 沒辦法欣賞 我告訴你 大理石做的 再來沒有了 有什麼兩個人 知道嗎 一個人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睡 也不知道 對不對 我跟你講 你需要解碼器 我不給你解碼器 你無從欣賞起 它的好你看不到 就算你去了 梵蒂岡 你也欣賞不了藝術品 不是嗎 你不曉得故事背景怎麼欣賞 告訴我 客人很漂亮 很光滑 好啦 沒關係 台灣人是從什麼 製造業起家 我就用製造業的語彙跟你講 製造業 怎麼講 我跟你講 這整個雕塑是一顆大理石的刻成 那什麼了不起 很了不起 我跟你講 大理石雕壞斷掉的話可不可以黏回去 不行 古時候沒有這種黏結技術 斷掉就是斷掉 從刻 對不對 這第一個 這就很厲害了 一次不能錯 刻到完 一顆大理石刻到完 這是第一個 我告訴你 那什麼 那白菜上面有跳蚤還是什麼 還是那個走蟲 沒什麼了不起的 你看看這塊 然後我跟你講 同一顆大理石 同一個材質對不對 要雕出布料的感覺 皮膚的感覺 男生女生活人死人 這厲不厲害 對不對 同一個材質 同一個石頭 要有這種不同的質感 要全部跑出來 你厲害嘛 這是製造業的語彙 這個要很久的時間 刻完 對不對 不能刻錯 對吧 那製造業 過來 我們慢慢進入服務業 對不對 那我就用服務業的語彙來跟你講 服務業語彙 服務業現在告訴你 電影產業 電影產業 你要買一個電影要怎樣 你要有劇照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做公告 是不是一張照片 這是黑暗騎士 看我的照片 好酷 我一定要去看這部電影 這是美國隊長 這照片好 很帥 我要去看 一定有一個劇照 如果劇照選的不好 什麼爛電影 不想看 對不對 所以它會影響到你這個電影銷售的好不好 Canon也是 要看幾張照片 單選一張照片 那就是厲害 你要選對照片 對不對 那選什麼照片 高潮點 對不對 對不對 有一個很特殊的點 才是 你把那點出來 大家就會有因素 所以這個雕塑家 在雕這個東西 要想 就跟導演做的一樣 我跟你講 導演還要做什麼 表要表對情 不能表錯情 你戲好看 一定要演員 不能過分誇張的表現 也不能表演不好 要剛好 恰到好處 對不對 電影好看是因為那個主角會演 或什麼叫會演 就是在適當的感情 適當的故事 的劇情的時候 給他適當的表情出來 畫龍電器給他點一下 喔 很好看 是這樣 沒錯吧 所以這個藝術家 也在考慮同樣的事情 他要選出 他要再講一個故事 沒有錯 那我直接跟你講這個故事 瑪莉亞跟耶穌 耶穌那時候被釘石架 後來從石架上面拿下來以後 瑪莉亞手中捧了他 來 下一張 請問他的表情是什麼 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太簡單了 光傷心不夠 悲傷也不夠 還有什麼 我跟你講你用所有的形容詞 都講不完 都講不對 為什麼 你都不曉得故事 你跟我講傷心 如果他不是傷心怎麼辦 你要先知道故事是什麼 後面的故事 你就要先知道 再知道他 這個表情對還不對 對的時候 你再來給他拍手 就對了 對不對 你現在是藝品加 怎麼欣賞藝術品 首先 你們在座有誰是基督徒的 舉手 不要客氣啊 不是的請舉手 我才知道要怎麼講 好好好 謝謝 大部分都不是 OK 沒關係 你們也不知道 知不知道基督教是什麼 至少知道 不知道的請舉手 那我就講了 如果都知道 我就不用講了 來 我跟你講 我去念西方藝術史的時候 我如果不曉得基督教 我等於是不用拆了 因為大部分是圍繞在宗教裡面 發展出來的東西 唯一復興啊什麼 都跟基督教有關的 所以你一定要去知道基督教 基督教又不是西方的宗教 你弄錯了 他從中東地方 猶太這個地方出來 基督教後來衍生又跑到 還有回教世界 也是基督教亞伯拉罕 猶太教那個發源 世界上百分之23、21、40幾、50幾%的人 都在信仰宗教 你應該要知道 要不然你去欣賞歐洲藝術 沒辦法欣賞 無從欣賞起 你不知道那個大故事 大架構 你是沒辦法欣賞西方藝術 看到圖 等一下我給你蓋 那你給我七分鐘 七分鐘 我跟你大概講一下 基督教是什麼 知道就好 把它當作一個知識 來了解 基督教說得很簡單 不是勸人情善 不是喔 我們有講說是喔 那大部分台灣人都想說 宗教也是勸人行善 我說基督教就偏偏不是 反而你去行善 你進不了天國 那才是 倒過來耶 你有沒有覺得很詭異 基督教最重要的目的 不是勸人行善喔 第二個 也不是勸你加入一個宗教 徐老師 你這時候可以過頭 我看到一大堆基督教的東西受洗 對不對 那怎麼不是加入宗教 我說卻偏偏不是 受洗不一定經天堂 不受洗也不一定不經天堂 我舉個例子 耶穌那個定時教旁邊有一個強盜 他沒有受洗喔 他經天堂喔 好 第三個 他也不是一個精神寄託 基督教不是精神寄託 開玩笑 宗教也是精神寄託 我感覺人生空氣又再去睡 偏偏又不是 徐老師你負面點題 那正面點題是什麼 基督教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簡單這句話 救人不會死 救人不死 你會死 基督教就讓你不死 不會死 徐老師你更扯了 我看到好多基督教墓園 我也參與過最次典禮 最次禮拜 我也看過最次禮拜 你如果說基督教不會 基督徒信的不會死 你要看死的定義是什麼 對不對 我講什麼都叫definition 你們看法律最重要的就是logic 邏輯定義 對不對 什麼叫國際法 什麼叫戰爭法 回到這個 基督教什麼 死的定義是什麼 原文叫做separation 分開 分開啦 靈魂離開肉體是不是死了 對啊 就是分開嘛 不分開就是什麼 靈魂回到肉體 另外一個是 你跟上帝的關係分開了 也是死 也就是說你今天 身體如果是個活人 但是你跟上帝沒有關係 在上帝眼中看來 一起吸狼 是死掉的人 那讓你不止什麼 讓你跟上帝的關係 會不會來往 那你就活了 了解嗎 基督教的所謂的 復活是這個定義 讓你本來分開的 不分開 就活了 下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要分開 上帝造人 是要讓人死的嗎 不是 那你要看下一個 什麼叫 死的定義是分開嘛 復活的定義是 就活在一起嘛 有一個肉體靈魂的 也有一個精神的嘛 那另外一個 為什麼會造成分開 那你又有一個 有幾個元素我要講 一個是上帝 是什麼 基督教講的上帝 跟我們 台灣大部分人認為的 行是不一樣的 亞洲人行為行 是什麼 有一個人做好台 做得很厲害 變聖人 聖人以後變神 對不對 大家都要這樣想 你們認識得到的宗教 都這樣 基督教的不是 他們叫做啟示性的宗教 就是這個是創造宇宙萬物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上帝 這是基督教講的神 所以整個基督教信仰裡面的 對於神 包括回教 包括天主教 包括猶太教 對於神的觀念 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他認為是創造宇宙萬物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 在時間以上 不在時間以下 時間他定的 所有事情發現 的發展都是在他決定的 機關行 他已經定義到最大的神了 這樣的神 他有個本性叫公義 justice 公義是什麼 對的就是對的 錯的就是錯的 分得很清楚 公義就是賞善罰惡 你做錯就罰 罰的方法是什麼 讓你跟他分開 因為他有另外一個本性叫聖結 holy 聖結就是跟污秽不能在一起 所以他是對於你犯罪這個行為 待會兒再講罪 他產生一個回應 就是讓你跟他分開 你跟創造宇宙生命的主宰分開的時候 什麼 就死了 這樣會了解了嗎 那現在講一個 為什麼要分開 分開的原因是什麼 叫做罪 罪的原文的定義叫什麼 射箭沒有射中靶心 死不中地 射鹹沒射到的本事 沒射到的一百分 九十九分都不行 所以罪的定義就是 我們對罪都是一樣 不能做的事情你去做 實際的你不能去犯 不好意思 基督教的觀念 對罪的定義還有另外一個 除了你不該做你去做 還有你該做你沒有去做也是罪 好嗎 很奇怪喔 基督教的定義 還有對罪還有一個定義 就是 不是等到行為 你在心裡面想說 待會兒要超出兩百 警察會來抓你嗎 不會啊 我還沒有開到兩百 我在高速公路上塞車 等一下我一定要把他標到兩百 警察會說 你剛才想到要兩百 我幫你抓起來 可不可以這樣 不是嘛 這是我心裡一想的 還沒有構成行為 可是基督教的不是喔 耶穌是什麼 你心裡面恨人就是殺人 你對看了婦女動的一念 你就犯了奸淫 如果是這個標準 誰跑得掉 跑不掉了 一個該做的不做 一個不該做的也做 這都是罪 還有一個 你只要做過一次 就是做過了 你不能講 這我生了以前 說的不行 現在不算 沒有 因為神不受時間限制 你只要說過一次就是有了 有了罪他就跟你分開 有了分 只要說一個謊就死了 說了一個謊就跟上帝完全分開 因為上帝是聖結的 無關罪的大小都分開 現在問你來了 上帝造人是為了讓人死嗎 還不是 我今天講一個故事 有一個法官坐的那裡 犯人抓來說 這個人唱三年 看三年 下一個抓來 這個人帶人死刑 後一個抓 判不下去了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抓來這犯人的性子 哇 他不可以不判他罪 不可以 他如果不判罪他就不公義對不對 你就失去法官的立場 但是判下去怎麼樣 我兒子 他愛他 判不下去 所以英文有一個字叫delima 卡在兩男之間怎麼辦 如果在監導裡面有保釋 保釋是有犯罪 犯人可以互相保釋 然後全部跑出來嗎 不可以 聽到我意思嗎 犯人之間互相保 不行大家都犯罪都該關 只有外面沒有罪的人 沒有人可以進去保他出來 對不對 那法官看全世界沒有一個人 沒有犯罪 每個人都死了 所以他自己下來 所以基督教說 上帝道成肉身來到世上 目的就是要救人 他自己下來付出代價 法官自己付了代價 所以耶穌來的目的就是要死 可是死了還不夠 耶穌死了就是跟一般人一樣 耶穌還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叫做復活 就在活過來 復活證明什麼 他是神 他不是人 所以基督教你要毀掉他很容易 你要證明耶穌沒有復活 基督教就結束了 我跟你講 我也不是牧師 我也不是傳道人 我是基督徒沒有錯 可是我講這個的目的 需要讓你們解碼器 讓你看得懂這幅畫 這時候的故事是什麼 瑪莉亞 耶穌 他們兒子 他道成肉身的時候 透過一個沒有經過人的性慾 所產生的孩子 聖母瑪莉亞生的 就是沒有經過人的性慾 產生的孩子 還是他孩子 所以他現在有兩個情況 又是他的神 又是他的孩子 現在死在他手中 雖然沒有錯 你剛才說傷心 自己的孩子死掉一定傷心 又是年輕 就死在手上 他一定會傷心 可是他的傷心不光是這個 他是整個他信仰的核心崩潰了 我所相信的神 怎麼會死在我手中 不合理 他是神不應該會死 所以瑪莉亞她經歷的是 死亡分離的痛苦 她還包括信仰 整個人要崩潰的痛苦在這裡 所以她的臉 不知道是要好還是不要好 是要傷心過頭還是怎樣都說不出來 所以這個表情就對了 了解嗎 這才叫做藝術品 上層的藝術品 這個藝術家需要有神學 宗教的背景 還有戲劇的背景 各方面的背景 全部加起來 還有雕塑的能力 這就是一品 一集的作品 你現在被我訓練出來 你們都是一品家 會看東西 對不對 厲不厲害 我簡單的給你們解碼器 你自然接下去 你全部一目了然 都看不到 有厲害 下一張 下一張你也要揮 這是什麼 耶穌復活 所以這幅畫是 卡拉巴賈爾畫的 有名的藝術家 他畫的時候 這是叫做 Dalting Thomas 懷疑的多瑪 多疑的多瑪 這人就是不相信任何人 所以耶穌復活的時候 多瑪說 你是人還是鬼 耶穌說 是鬼 是鬼不會吃東西 對不對 死鬼的話不會吃東西 你給東西拿嗎 耶穌就拿酒來喝 拿那個魚就吃下去 吃給他看 這個一看到之後 就說 這樣還不夠 我沒有碰到你 不算 那橫橫看就不算 耶穌說 好好好 來看一下 你是不是同一個人 耶穌定十字架的時候 手上有洞 對不對 那個洞還在 還有這邊 他現在在 黑一黑這缸 這缸是什麼 他定十字架的時候 人家羅馬濱丁 確定這個人有沒有死掉 拿一個穿 對這裡倒下去 如果流出來是 血跟水的話 意思就是說 血小板跟 組織液分開 分開的話 表示這個人死 人死人不是說 心臟停止 不是 是裡面的血液裡面的 組織液跟那個分開 變成水跟血流出來 證明他死的時候 還可以把屍體拿下來 來確定這個耶穌是死的 所以他復活了 這多一多馬 要看那個傷口 這樣會看的嗎 證明後來 耶穌就是顯現 給他們圖 所以基督教的核心 就是復活這件事情 證明這個宗教是真的還是假的 來 下一個 好啦 好啦 我們先休息五分鐘 然後再回來 好不好 各位同學 我們下課休息五分鐘 五分鐘 謝謝 謝謝